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我们这一个即将进入这本书的尾巴咯 那我们在整本书当中,我们学的这一个OOP 的主要就是学OOP的这些概念跟技术 那么也看了这个Java 主要就是谈Java的,在OOP这上面的一种实现 那也谈了C++ 那也谈了C,是包括我的OOPC 等等的 那么从OOP 来这个supportJava,supportC++,supportOOPC 那就是把OOP的概念,应用在这些的不同语言上 那我们还是 以Android的一个情境 为我们的 这个讲解的一个 情境范本 OK 但是在Android刚刚好 它是三种语言的 通通的组合应用 它上层是用Java 然后呢 这个中间 用C 然后在底下 系统服务层 这是JMI层 是用C OK 那么这是在系统服务层 系统服务 System Service 这系统服务层是用C++ 然后呢 在底下的 Driver 驱动层 是用C OK 所以呢 刚好Android的情境 也是用这 这些语言的组合 所以我在 这一章呢 就是卓仲林 在告诉你 在Android的 这个 三种语言 怎么做对接 那对接呢 依赖的 有一种接口 叫JMI 那么 JMI接口 那AID 比较不重要 因为它是针对 这个跨境层的 跨境层的 所以呢 我只要的是 帮你介绍 在JMI 怎么去把Java 跟C跟J 把它串接起来 那关于呢 这个整个AIDL IPC JMI的部分 那 在 这一个 我们这个单 这个课程呢 我只是做一个 帮你做一个Overview的介绍 那如果你想 了解的更彻底 那就 建议你呢 要试听一下 我那100个小时的 这个课程 100小时的 课程讲的 非常的详细 OK 就是包括 这个 整个Android的 JMI AIDL 等等 都讲的很详细 那 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麦克网 那么 希望你有空 可以去 这个 试听一下 那我 这个部分呢 只是帮你做个 让你脑筋里头 知道Android 是怎么样子 把这三种语言 串接起来的 那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AIDL呢 虽然在这本书里头有谈 但是我的重点呢 比较不放在AIDL上面 这个 等了100小时的时候 你再详细的去了解 它的很多细节 OK 好 那在这里 那在这里我会帮你解释 GNI 然后呢 我会说明 GNI怎么把这个C的 这是 C跟C++的模块 怎么把它 跟Java串接起来 然后背后呢 因为Java是在 Virtual Machine 上面执行 那么Virtual Machine 会运用 这个GNI 的机制 来调用 会替这个Java 调用到 这一个 C的模块 这样子 那我现在让你 脑筋里头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让你能够了解 为什么 我这一 这本书呢 要花那么多精神去谈 Java C 跟C++ 而且 要从OOP的树干 这个OOP 好像一个树干 然后呢 长出呢 几个 这一个 小的数字 这有 Java的 数字 有C++的 有OOPC的 还有JavaScript的 这个我们在这里没谈 这整个都是属于OOP的 一个延伸 那 所以现在这里 让你了解在Android 怎么把它 串接起来 所以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软件大部分是Java Java的类 就是在应用 应用层级的 但是在系统层级呢 大多数是C跟C++ 可以讲全部 OK 那之间怎么沟通呢 它是透过GNI 这一口来沟通的 GNI让我们呢 能够把这个 C++跟Java 把它整合在一起 好 那在C的部分呢 会编绿成这个 稳定 机器的 特殊的 这个 object code 所以它的效率呢 会 会 比在 虚拟机上面跑的 Java要来的快 这个Java呢 是在虚拟机上面跑的 因为它可以跨 这机器的 硬体的设备 好那 C++的话 是针对 特定的 这个机器 而来 Compiler出 它的object code 所以呢 C跟C++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但是Java的话 显得是比较简单 而且它有 移植性 所以各有 手长 各有手短 那么 它Android就很巧妙的 应用GNI 把它们的优点 把它组合起来 就就成为 Android的一个 特性 一个特色 所以在这里 Android有一个media player.cpp 这是用C++写的 然后呢 在Java层有一个 media player.java 好 那就透过GNI 把它两个 把它串起来 把它串起来 OK 所以呢 就这样子 media player.java 这是给我们的 其他的 这一个 应用的 Java层的 比如说AC01 那么它可以方便的来 调用它 方便的调用它 比如说 调用它的这个 这个 Start Start 叫它开始播放 叫它的停止 都是 这样子 当我们AC01 比较简单 那么 在这个media player.java里头呢 它才 透过GNI 来调用 这边的 C++的 这一个 Library 是透过 因为这个 点加法 是VM在 在这一个 执行的 所以它是透过VM 来 调用到 这边的 C++的代码 C++的代码 所以我们就 透过因为它是两边都 都可以写 所以我们的很多 需要快速度的 或是呢 有没有其他的安全考虑的 或是我们自己拥有的 财产权的 不想给 加瓦城的 App的人 知道的 我们就尽量的 把重要的逻辑呢 移进去 这个 C++里头 不断可以加快执行速度 而且呢 可以把它包起来 让这个加瓦城的看不到 加瓦城看不到 因为加瓦城呢 就必须透过这个点加瓦的 才能够来使用到它 因此呢 有封装的 包装的这个效果呢 那可以 让别人不知道 因此呢 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 智慧财产权 OK 那如果跨进程的 那就再透过AIDL 这一口来做包装 来做远距的 IPC的沟通 这是 如果有跨进程的 所以呢 如果 MyActivity 跟这个 是在不同的进程 比如说 这是 这是不同的进程 这是 在一个process里头 或是一支AP里头 这个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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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这个是在 process2 process2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IPJ口 或是做AIDL 那内部呢 其实 这个是透过IPC 来做跨进程的沟通的 这样子 OK OK 那这个都是 Android 这个 Java 那 通过VM 来 还有 通过ZMI 来跟这个 C++的对接 就把它接起来 OK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 这个ZMI 那 那 这个 media.java 跟media.cpp 都是Android 已经写好的类 它 发挥的很好的 ZMI的效果 将这个应用层级的 Java类 跟系统层级的 类别的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要 以我写的 一个 这个模块为例 来告诉你呢 这个怎么去把它组合起来 刚刚是用已经 现成的 现在是用我的 所写的 那我现在呢 要写一个 就是 C++ 这是用 用C跟C++写的 这C跟C++写的 那我写好了 这一个 C跟C++的模块 那么 希望跟 这个Java成的 这个整个是Java成的 这上面是Java成的 那Java成的怎么对接呢 就是透过这样对接 像这个是Java成的类 然后要跟它对接的时候 要再产生一个这个 这个类 那这个类呢 里头会有某些函数 叫做本地函数 叫做native 的函数 那这个native函数呢 它里头跟抽象函数一样 它里头没代码 这里头的代码被 移掉了 移到这边 用C来写 就是这里 这个类比较特别 这个类呢 就是一个 里头有本地函数的 那本地函数里头就没代码 这个代码是用C写 本来是代码是用Java写 把它挖空 这跟抽象函数一样 把它挖空 那用C来写 那当这个C拟机 执行到本地函数的时候 C拟机就会来调用这边的 C的代码 所以呢 一样的 把这边的 Java的代码 把它移到 C这边来 来换 那么我们就可以 扣到C的 然后 这边的C 再往 底层扣 它的做法就这样子的 OK 好 那我们就 来 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 就是 这个呢 我把这一块呢 我写了一个 用我的OOPC写的 OOPC写的 反正没关系 只要 C跟C++都可以 我用OOPC写 还是用C写 都可以的 那这边也写一个 这个类 它来包含它 没关系 这里头怎么写都没关系 反正就C的 那我们重点是在于 它要 它会 提供这个zmi的接口 那这个所谓的zmi的接口呢 其实 就是 这边有一个C的 C的部分 有一个C的部分 那这个C的部分呢 让这边 比如说这边有写一个叫native 一个函数 叫f1 然后呢 它是空的 是空的 OK 那么这边 会用C写f1 里头的 很多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那这中间 就是用gni 从这边来讲 扣到这里 就一型这个gni来调用 一型gni 所以这个接口呢 是由这里 包含在这里 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 所以 从这边就扣到这里 然后再要往下扣 所以呢 所谓加了zmi的接口 就是加了这一段 加了这一段 让它来跟它做对接 跟它做对接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看这个zmi的 做法 你看我们 现在要来讲 讲这个东西咯 讲这个java类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一段 因为现在重点是这里跟这里怎么对接 就是这个 这个之间怎么对接 因为 这个是c的 所以它往下调用这个东西 都是 大家熟悉的 那么 上面呢 像上面这个到底怎么 怎么接这里 这个java怎么接java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都熟悉了 所以我们的重点 不再谈这一段 我们的重点 也不再谈这一段 我们的重点呢 是在谈这一段 我们重点是在谈这一段 OK 那上面的 这个by的等等 在上一个例子 都已经让你看过了 就是activity 怎么call call go my的service my的service 来new 这个 new这个之后 把这个传回去 然后再call下来 这个工作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 这边java calljava 大家也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 在谈的是 这一块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呢 就是 谈的就是 这一块 现在我们的重点 就是在谈这一段 OK 我们把这一段 谈好了 那你对java 就熟了嘛 就知道 java跟 c怎么对接 然后之后就可以 跟c++ 对接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你看 有一个class 叫native java 这是刚刚那个class 里头定义了两个native的函数 有没有 这个native函数里头是空的 这里是空的 意味着 这里头的代码 这里头的代码呢 被搬到c去了 用c写了 这里头的代码呢 没有了 把它搬走 也是搬到用c写 就插在这里 然后这个类呢 只要就是 提供这两个 函数 然后还有 把这个library low的进来 因为 这个c的代码 会放在这个library头 OK 那就比较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只有两个 函数 叫做 静态的 一个 这本地函数 这我们称为 叫做本地函数 本地函数 就是用c的 用c的 所以 这一段呢 这个用 用一个加YH的工具 来产出这个 头档 所以他产出来 这一段 就是 你看 这里有new object 然后对应到c 就有一个new object的函数 这是c的函数 OK 对应的 然后这边 有execute 这个函数 这边就有execute函数 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再来 就是写代码 execute 就可以写 写相关的代码 这是 定义而已 定义而已 然后就可以去写代码 那他就可以串起来了 就可以串起来了 那这个是AIDL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 那这一部分呢 有空你就 请你去 试听我那100个小时 这个应该要讲很久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说明 这一个AIDL就把它跳过去咯 我先来说明这一段 是 怎么做的 怎么开发的 刚刚已经 把投印件做好了嘛 那现在要来开发 这一段 所以呢 我们是从底下先做 Hub A的 是定义一个类 叫Hub A的 这是用我的OOPC写的 用OPC写的 那这就定义一个 这个 C++的 C的类 然后呢 这是 有了点H的 就要有一个点C的 这是C的一个做法 一个 C++也是一样 有点H点C的 点CPP的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叫Façade 这个AIDL 那去把它包起来 所以这个是 The whole 这是委托 这个 我们叫他去做的时候 他会委托给这个AIDL OK 这是表现那个委托的动作 所以呢 就达成这样子的 你看这是不是委托 先 这里会有指针 指向他 那 他叫他去做加法运算 那么他就委托他 他就委托他 OK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 写好了 这个是C++或C 都可以 写好了 现在重点是怎么用 ZNI把它接起来 所以呢 我们刚刚已经产出的点H的 我们再看一遍 刚刚已经产出点H的 有一个NewObject 还记得吗 有一个NewObject 一个Execute 然后我们现在 就要写C了 把它写 所以这里头你看 我们就开始写NewObject 这是用C写的 结果呢 我们就去New New一个 就New一个 这个 C++的对象 然后呢 就是扣到C++去了 所以这个做转接 这个做转接 我们现在在谈的 就是 我们再 画一个图好了 这个 我们现在 刚刚有一个 然后透过 这个VM 来 调用我们的 这个Add 那现在有一个部分在这里 就是这个里头的 本地函数 用C写在这里 那现在这一段 就是这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在 讲解的是这一段 就在讲这个 这里头的本地函数 这里头C怎么写 所以现在是在讲 这个是 再加化成这是本地函数 这是本地函数 然后 他没有代码 他代码是用C写 用这个C来写 那 在这个代码呢 就往 C 或是 C++去调用 去调用 然后呢 也会把这一个 这一个Execute 也把它做起来 有没有 这个Execute 也会把它 实现了 那这里头 就是往下调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写的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呢 现在是往下 有没有 去New Facade 然后Core Facade Execute 就是在做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呢 就把这一个 把这个部分呢 就跟加瓦 就可以对接起来啦 所以加瓦呢 刚刚我们是看到呢 我们现在已经写好了这一段 这就是 然后这里有本地函数 有没有 刚刚是从这个类 产出一个 这个点H的 然后呢 再点C的写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呢 这里头就是 这一个里头 本地函数的代码 只是 这里用C写的 那这一段呢 就是刚刚你所看到的 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现在的这一段呢 用C写的 这个代码呢 那这个函数呢 是 这个 这两个函数 是定义在 这里的 是定义在这里的 这两个函数定义在这里 只是我们写在这里 就是 这里头是本地函数 空的 代码写在这里 所以因此就串起来了 刚刚给你看到 代码的写法 那这里呢 就是 你看 再来再看一次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 这一颗 就是这一颗 有没有 那这一颗里头本地函数 那本地函数的代码写在这里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次 这里头呢 有定义的两个本地函数 你看 定义的两个本地函数在这里 那这本地函数没代码 没代码我们要用C++来用 用C来写 对不对 用C来写 所以我们刚刚这一部分用C写 写在这里 刚刚这个部分用C写 写在这里 有没有 像这个 New object 然后这里扣C++ 往下扣C跟C++ 这里也是往下扣C跟C++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有没有 刚刚 这一段是用C写 它就可以扣下来 扣下来 OK 那这里的跟这边是透过VM 就去衔接的 这边扣VM衔接 然后 底下 上面就是用 一般的加瓦来调用 这样就串起来了 加瓦调用它 它透过VM 跟这边来 衔接 这里头的本地函数 写在这里 然后 它 这里的 本地函数的 C的实现代码 再来扣C++ 这样子就从加瓦 东东东东东 就扣下来了 OK 基本的结构 是这样子 那这个 过程有一点复杂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需要这种写的话 那你就真的 请你呢 听听我的 那个100个小时的 这种 视听也好 缴钱也好 那么 才2000多块钱 这样子 让你呢 可以 接收 几十年来 的这个 编程的 功利 OK 那这个由加瓦 来 调用 你看这里 这是 这是加瓦的 他就调用了 这样的一个 New object 有没有 Execute 那 这个部分呢 就是由加瓦 接到 这里 然后这里再接到 VM 有没有 再接到VM 那VM呢 再接到 这一个 ZNI的C的部分 然后这里才接到 C++ OK 好 那这个 AIDL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跳过去了 这个部分呢 是在谈 如果 刚刚是看到的是这里 有没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 这个部分 有没有 他是扣到 AIDL的 Native AIDL的 AIDL的 New object 有没有 就是在谈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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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这里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有 New object Execute 所以他在谈这里 所以他在谈这里 扣这里 OK 那是从上面扣下来 然后这一下 刚刚 AIDL是在谈这一段 就是跨境层的 所以让跨境层的 可以进来 这样子 一直到C 这样 所以我 这一张主要是在讲这个部分 讲这个部分 所以AIDL部分呢 那我就 把它跳过去 OK 这很长 所以 这个要花到100个小时 才能够讲得完 OK 100小时 讲得完 这么多的Android 这么多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呢 那AIDL部分 我们就全部把它 跳过去了 那我们把它跳过去的 好 那这里是在讲 这个 这个 SO 就是我们写C的时候 那怎么把它打包 成这个 Share Library 然后怎么把它放到 Android的Library里头 那这个部分 也是 请你呢 有空呢 听听我的100个小时 因为这 都是蛮复杂的 我只是把它放在这里呢 让你脑筋里头 有一个 完整的构想而已 好 那么 至于详细的细节呢 那要花很多时间的 啊 所以呢 这个不在我们的 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呢 只要是 电力 OOP的基础 那 这个AIDL跟 ZNI 我只是 借由 这个一个章节的 来让你了解 他的一个基本的 关系 至于 很多细节的技巧 那么 那么就请你 听听我的 100个小时的课程 OK 那到这里就 谢谢各位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